欢迎收看50种室内植物养护大权的系列课程 我是一木花会的主理人陈一木 今天让我们来开启第33堂课 在33堂课当中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我左手边啊 拿到了这一盆红色的盆栽 它叫做吉利红 还有一种呢叫做如意皇后啊 就是呢跟吉利红差不多的 只是呢它这个红叶是啊 这个泼洒状的啊 点状的斑点红叶啊 差不多的 那这两种植物的话呢 在养护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这堂课呢我们就在一起讲 那吉利红也好 如意皇后也好 它们其实呢都来自天南星科啊 万宁清属 它们属于也是属于一种万宁清啊 只是品种不一样 所以叶片的颜色不一样 它是红色的 是一种彩叶植物 什么叫做彩叶植物呢 一般啊叶片只要不是绿色的 它都属于彩叶植物 彩叶植物是有一些通性的 在下面呢我会详细的来讲解 那吉利红在室内盆栽 大家最容易遇到的问题啊 就是呢出现卷叶 这我见到最多 以及呢边缘枯黄 这个情况我见到的最多 很多话有都问我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在这堂课当中呢 我们将详细的学习 吉利红各方面的养护技巧 包括如意皇后这两种植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它的习性 帮助大家不会再有出现啊 养出有枯边 甚至会养死的情况 那这堂课非常的重要 我们来看吧 好的 首先的话我们来说第一个知识点 也就是我总在强调的 叶片颜色越鲜艳的植物 一般越有什么特性呢 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 什么叫做彩叶植物 绿色叶片的植物 叫做一般的植物 都是绿色叶片的 那除了它的叶片不是绿色的 以外的所有的颜色和花纹 都叫做彩叶植物 那我手里拿的这个吉利红 包括如意皇后 那这两款是一样的 它们是典型的彩叶植物 为什么它们叶片是红色的 对吧 不是绿色的 只要不是绿色都算 那彩叶植物 它的叶色越鲜艳 越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不接受阳光的曝晒 而且它比较耐阴 比较洗阴 那吉利红呢 包括如意皇后这种 是典型的洗阴耐阴的植物 家庭盆栽 它们是不能够接受阳光曝晒的 尤其是在夏季 这就是第一个知识点 我们要讲一下 关于吉利红的光照需求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的时候 阳光太猛烈了 一定要给它遮阴 或者给它散射光的条件 在冬季的时候 阳光不是很猛烈的情况下 是可以给它晒一些直射光的 其他季节 一般都建议呢 有阳光直射的时候 都要躲避 最好有遮阳网遮阴 或者直接给它散射光的养护 就可以了 总之躲避直射光 是在日常养护它的一个关键要点 接着我们来学习 如何给吉利红和如意皇后 这种植物浇水 给它们浇水 要首先知道 它们是洗湿润的植物 所以在家庭盆栽的时候呢 它的花盆 是不适宜过度干燥的 如果说它的花盆 一旦特别干燥 它会立马引起大面积的 这个叶片倒浮 尾粘 严重的呢 会出现黄叶枯叶的现象 所以我们一般看 吉利红和如意皇后 它们的花盆呢 是比较深的 你看看 对吧 对于这个盆栽来说 这是一个深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给足了它们一些储水性 不能养在太浅的花盆 否则的话呢 很容易干燥 所以这样的花盆的话 我们平常养护的时候 就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我刚才说的 不要严重的缺水 第二点 不要造成花盆积水 为什么 长条形的深盆呢 也最容易造成花盆积水 积水对于它来说 也是很要不得的 所以平常对它的养护 一定要小心 不积水 也不能缺水 一般呢 我们可以这样 把手摸在花盆的土壤里面 往下按 用力往下按 按住不动 按个十秒钟 看底部呢 有没有潮湿感传上来 如果我现在摸 就是有潮湿感的 那我就不要去给它浇水 如果我摸进去呢 摸了很久 一点潮湿感都没有 就证明这个土壤彻底干透了 那彻底干透了呢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浇水了 像这样的植物呢 如果你养在通风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给它浇透 如果环境通风不太好呢 就不要浇的太透 浇一点就够了 然后呢 就等待它下一次彻底的干燥 保持这种干透 再浇水的习惯 这样吉利红啊 它可以健康生长 不容易浪根 而且浇水之后 最好要养在通风的环境里面 这样的话呢 风会尽快的带走水分 不会让它的根系造成积水和浪根 这是浇水的第一点 很关键的技巧 那第二点就是呢 一定要给它喷雾 这也是一个非常洗湿的植物 我们在家庭盆栽要准备一个喷壶 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多课程里面 我都讲到这一点 室内盆栽的很多官业植物都是洗湿的 要有喷雾的习惯 大部分的都有 它是很典型的 吉利红如意皇后 养护的时候要像我这样 喷上雾水 每天早晨起床一次 傍晚太阳落山一次 一天至少两次 这两次喷雾呢 能够大大的减缓 它发生卷液 干边和干尖的现象 让它的叶片呢 水分充足 充足 湿度高 它会更加的健康 所以这个喷雾养护 对于吉利红如意皇后 这类植物来说 非常的重要 这是英文来说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关于吉利红如意皇后 这种植物 换盆的问题 很多话有问我说 我能不能给它换盆 我刚买回来 我觉得这换盆不好看 我能不能直接换盆呢 这个地方 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 一定一定要谨慎的 给它换盆 尤其是在 比如说最炎热的季节 和最寒冷的季节 夏季和冬季 一定要谨慎 更要谨慎 一般的我们新买回的 如意皇后 包括吉利红 我们至少在家里 要养半个月 让它适应你家里的环境之后 我们再考虑 给它换盆 千万不要换的 就一买回来就换 这个是错的 很有可能导致它换死 换死苗 那此外换盆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保留中心土球 像这样的草本之物 最好不要给它洗根换盆 一洗根换盆呢 它大部分的叶片都会倒浮的 而且很难救回来 有时候一换就会换死 所以呢 中心土球不动 直接给它换一个大花盆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花盆不能贪大 不能比它原来的土球大太多 那最多大一号就行了 这个就是换盆要注意的技巧 此外 家庭养吉利红呢 一定要注意通风养护 这点很关键 像这种吉利红如意皇后 它不适合摆在过度密闭的环境里面 它的叶片面积大呀 你看这么大一个叶片 而且叶片密度也很大 这是个小苗 大苗的话叶片密度更大 如果说长期环境不通风 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现象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重度的干肩 这个在室内盆栽很常见的 原因就是说不通风引起的 所以我们在家里盆栽 一定要通风养护 再结合着我上面的这个喷雾的操作 如果又通风 每天你也喷雾 就可以大大的减缓发生干肩的概率了 这个就是养吉利红和如意皇后的重要技巧 像吉利红和如意皇后这种植物需要施肥吗 我告诉大家非常需要施肥 他们别看他这小小的草本植物在这里 虚肥量是很大的 这个时候我要说两个 一个是土培 一个是水培 因为这个植物有很多水培的 那我们施肥的话 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不能直接把肥料丢进它的水里面 包括水培 应该丢在它的土壤上 水培的话 上方会有一个器皿 里面有土壤和它的主根系 把根系 把土壤 把肥料丢在它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用什么肥呢 复合肥 速下复合肥 这个最实用 然后呢 每次往那花盆来一点点 就够了 一般的话 像这样的肥料 给它施肥啊 一个月左右 给它施一次肥就足够了 就这么多 然后呢 你每次给它浇水的时候 像这样浇水的时候 这些肥料呢 它就会被稀释进去 这个是复合肥 你每次浇水都会稀释一点 每次浇水就会稀释一点 这样就可以满足它的一个生长 目的是什么呢 促进它的叶片生长 快速的生长 第一个 第二个 促进它的叶片 色泽明亮 有光泽 而且叶片呢 更厚实 不会长得特别薄 然后第四个 防止它的静干出现倒幅 这个对整个的植树来说 作用是很强的 第六个 还可以增强它整个植物的抗逆性 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所以施肥对于这类植物来说很重要 它们其实是洗肥的植物 有肥料的话呢 它们会长得更好 更健康 这个非常重要 最后我们说一下 过冬问题 吉利红 如意黄厚 这一类植物 是非常非常怕冷的 比我们普通看的绿植 更要怕冷 它是非常典型的热带植物 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 像这样的植物啊 最好能养在高于12度的空气里面 不要低于12度 低于12度 它都有被冻死的风险 这个比平常的植物更不耐动啊 比我们平常家里养的植物更不耐动 所以最好能养在高于12度的房间里 到了冬天啊 一定要温暖养护它 这样它才不会受冻 此外到了冬天要减少浇水量 更加严格的控制浇水 浇水量减少 绝对不能让花盆积水 一积水冻着根系啊 很容易就把它冻死了 所以冬天控制温度 减少浇水 保持它一个顺利过冬 这里我一再提醒啊 像吉利红 如意皇后 都是非常怕冷的植物 冬天一定要注意保暖 养在最温暖的房间里面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好的 那这堂课 关于吉利红和如意皇后的 室内盆栽技巧的课程呢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希望那继续努力的学习下方的课程 养花 看一看就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